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乌克兰又发生大事情了啊 这个大新闻是什么样的新闻呢 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说了硬话了 先跟大家说一下新闻啊 大家就知道这个事情大不大了啊 卢卡申科说北约敢在波兰部署核武 就让俄国的核武也回来 什么意思 那就是你北约敢去波兰部署核武器 我白俄罗斯我就让那个俄罗斯的核武器 部署到我白俄罗斯 这是一个大消息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大消息了 你已经到头了 你知道吗 已经到头了 再往上那就是两边的核武器互相的轰了 然后现在是一种什么的状态呢 现在就是两边刚起来了 刚在这了 但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 如果两边的矛盾和冲突到了一个顶端的时候 他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 聪明的朋友回答 聪明的朋友们回答一下 这个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发展呢 没错就是该到了谈判的地步了 如果说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如果说两边真的是那退无可退了 没法再退了 就是你死我活 你死我亡 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肯定选择的就是和谈 卢卡申科白俄罗斯 然后提出来了这个话 把核武器都已经摆在这了 是要做什么 就是和谈里边的谈判的筹码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就是谈判的筹码 什么叫谈判的筹码呀 就比如说啊 你大家一定要知道菜市场叫价啊 菜市场叫价那个砍价也是一步一步来的 你比如说你喊了一个很很高的一个价钱啊 我要这个东西 我要100块 然后的话 其实你心里面的底线可能是30块 可能是20块 也有可能是10块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喊的越高 你的谈判的空间就会越大 跟菜市场买菜没区别 然后的话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白俄罗斯 乌克兰跟俄罗斯 假如要谈判的话 他周边带来的这些谈判条件 归根结底是什么 归根结底就是北约东扩 对不对 现在多了几个 多了一多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州都独立的问题 但是啊 归根结底的底线是北约东扩的一个问题 你乌克兰不要再恨俄罗斯了 归根结底是这个问题 两国的谈判 肯定是围绕着这个底线在谈 但是的话 如果我能够把价格拉得足够的高的话 我谈判的空间就会变大了 比如说 北约这边提出来了 我要把核武器部署到波兰去 我把核武器部署到波兰去 然后假如那边要谈判的话 他应该怎么谈 一看看 如果你不让北约部署到波兰 那我下一步就什么 那行 没问题 那我就那个什么 北约进到那个哪 乌克兰不就完事了吗 对不对 北约进乌克兰 直接就在在这踩底线 但是呢 总而言之 这是谈判的筹码 核武器同样就是谈判的筹码 大家都知道 这把人只要打出去 这个世界都没了 为了避免这一个归根结底 到最后大家得体现 我们要的是和平 我们不想毁掉这个世界 核武器的事情 咱不谈了 咱们来和谈吧 这就是前提 而且和谈已经有消息了 俄罗斯的这个谈判的代表团 已经到了白俄罗斯了 这个谈判的地点 就有可能定在白俄罗斯 但是没准 乌克兰那边 泽莲斯基跟白俄罗斯的总统 卢卡申科也通完电话了 这也是最近的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准不准 我不敢肯定 但是我看到了新闻网站 我也会给大家转 转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简单的一句话 总而言之 那边就已经通了电话了 然后的话 卢卡申科给出的消息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不去白俄罗斯 总而言之 我不去 我不去白俄罗斯 然后的话只要是白俄罗斯的地方 我就不去谈 但是总而言之 大家看到了没有 和谈的希望来了 和谈的希望来了 这个这场冲突 它不可能 那么加大 没完没了的打下去的 就像我一直以来 跟大家说的那样 只要打大了 对于俄罗斯来说 没有好处 俄罗斯占了 占了乌克兰干嘛 对不对 我跟大家做一个设想啊 乌克兰再往西呢 就是波兰 对不对 然后如果俄罗斯 把乌克兰占了 乌克兰成为 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 那北约已经到了波兰了 那不就已经 事实上 北约已经到了 俄罗斯的边境上吗 俄罗斯人傻呀 对不对 而且你刚站下了乌克兰 这一块又那么的动荡 然后的话 又跟波兰那么的接近 波兰又是北约的国家 你就想想 俄罗斯再给自己找身啊 而且大家都知道 乌克兰这个国家 经济上也不行 对不对 就剩点黑土地了 黑土地现在 大家也都知道啊 打仗啊 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也没那么管用了 总而言之 那乌克兰有什么 对不对 凭什么有什么利益 能够让俄罗斯站下来 俄罗斯本身就像普京 一直说的那样 他不想说 我要那个什么 占领乌克兰 而且最近的消息 普京也说了 他不想什么拆分 乌克兰 为什么的 你看看普京的这些军事动作 你就知道了 他不对大城市的 这些军民去 动手 他动的全是军事单位呀 为什么在乌克兰 在基辅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一些城市里面 大家都看到了一些转播呀 都看到了一些短视频呢 真正大胆的这种景象没有 你能够看到什么 你能看到乌克兰 尤其是基辅啊 基辅首都嘛 然后呢 里面老百姓还能在大江走着走去 虽然说你能看到啊 很多的私家车都跑 都跑在公路上堵着 但是堵着堵着 他也不是因为打仗堵的呀 因为车太多堵的呀 他也算是晚高峰的一种 对不对 然后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也算是晚高峰的一种 他为什么是有这种景象啊 因为俄罗斯打的是军事单位 他不打民用设施 他为什么不打民用设施啊 他打民用设施多简单 那么大型武器都推上来 对不对 无人机也推上来 各种无差别的轰炸 马上就来了 就问题就解决了 乌克兰整个被打稀烂 然后的话 那乌克兰还有什么反抗的精神吗 对不对 老百姓如果说 就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啊 真的是老百姓 没有看到战争的可怕 但是俄罗斯人已经进来了 老百姓会特别的恨俄罗斯 但是真的是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啊 城市打的稀烂的话 大部分老百姓 那个想要打仗 打仗的那种希望啊 那种想法呀 也会灭绝掉 为什么呢 太可怕了 你如果说眼睁睁看到 一栋楼的倒塌 那那哎呦 好震惊啊 这这这栋楼被炸塌了 但是的话 你看到成片的楼 全毁掉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叫绝望了 其实这老百姓 非常非常简单 俄罗斯并不想 针对老百姓做事情 俄罗斯并不想毁掉 摧毁掉俄罗斯 乌克兰人的意志 他要做的是什么呢 要让乌克兰认怂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打到你认怂 我打你的军事单位 总而言之 你能够看得出来 俄罗斯并不想把这个事情搞大 也是想要解决的 那乌克兰 泽连斯基他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不对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泽连斯基肯定要自己的利益 要自己政治上的利益 他的未来 他都得要 这个能不能保证 能保证 只要乌克兰这个国家 做对的选择 他就能保证 如果做错了选择 战争打大了 这个事情不好说了呀 总而言之 泽连斯基对于泽连斯基 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呢 就是啊 俄国人打过来了 我没有办法 必须得转向了 要和平了 谈判了 这是泽连斯基跟普京 算是一个底线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最近关于和谈的消息 他会谈出来 和谈的消息会冒出来的 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原因 因为两边都不想把事情搞大 两边都不想把战争搞大 你把乌克兰全毁了 泽连斯基也不高兴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个什么俄罗斯那边 把乌克兰吞下来 对于俄罗斯也没好处 总而言之 两边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是能够妥协的 只要有能够妥协的点 谈判就会来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症结 这就是谈判 何谈 为什么会来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中国 对不对 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两边来谈 两边来谈 而且中国还有一个目标 就是让俄罗斯跟欧盟来谈 这样会促使什么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样会促使什么 大家可以看看 最近的国际局势 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中国在促进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和谈 然后呢 中国还在促进 俄罗斯跟欧洲的和谈 这样会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本 可是美国人在做的什么呢 盟友们支持乌克兰咯 对不对 盟友们往乌克兰运武器咯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 谁想打 谁不想打 真一目了然 总而言之 这是其实啊 真的是中美博弈笼罩之下的一个世界啊 你能看到中国的方法跟美国的方法在这走 和谈只要走通了 中国的方法就通了 乌克兰跟俄罗斯只要和谈上了 俄罗斯跟欧洲就有可能开始和谈 安全的协议安全的机制就可以建立起来 对于欧洲 对于俄罗斯 对于乌克兰来说都是好事情 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好事情 对于美国来说就不是好事情了 美国最希望的 打打打 欧洲欧洲的盟友们得跟着我美国走 你们的钱放弃我美国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人想的 谁能成功 谁能失败呢 总而言之 现在不好说 但是的话 希望和谈能够成功吧 讲到这的时候啊 讲到这的时候 跟大家聊一下一些网友的回复啊 网友一直认为 有一部分网友啊 小部分的网友啊 跑我这来给我回复啊 说什么呢 中国这就是什么 搅昆水 然后的话 说什么 做什么何事佬啊 彰显应该彰显大国风范呢 然后的话 现在两边都得罪了呀 我就想请问一下 有些网友真的是 这是 不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评价这些人啊 只能说啊 这些网友真的是有想法 你很有想法 你知道吗 然后的话 你不选择的话 两边都会得罪 现在问题不是说两边都会得罪 而是说两边都在拉拢中国 你得看到这个 美国不希望中国支持支持美国的方案吗 对不对 美国当然希望啊 中国美国为什么前两天一直在阴阳怪气啊 说你中国就是暗 暗 暗 暗中支持俄罗斯 你就是这样的中国 你竟然暗中支持俄罗斯 他为什么要这样去说啊 他希望你来否认啊 我不支持俄罗斯 我不支持俄罗斯 那俄罗斯呢 我用得着支持俄罗斯吗 现在这种状况 俄罗斯不去支持中国就不错了 你知道吗 俄罗斯现在这个国家 还还像个什么样子 对不对啊 总而言之 俄罗斯这个国家 你不管是从经济上来说 你从武士 武力 武力上来说 你他都不行了 你在中国面前 你俄罗斯也不是个事 大家也都知道 俄罗斯的GDP跟广东省还少点 你知道吗 比广东省要少点 然后呢 总而言之吧 你就想一想吧 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地位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你就知道了 你知道吗 你不用再说什么 我两边都要选择 中国干嘛要选择 美国希望拉拢中国 然后俄罗斯呢 没办法得罪中国 他必须要依靠过来中国 不然的话 他就会被美国人收拾啊 对不对 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制裁俄罗斯了 那俄罗斯怎么着 跟中国作对是吗 然后呢 你中国不得罪我 我俄罗斯跟你拼了 是这种情况吗 对不对 一个国家一个人再怎么样 他都得选择找自己的出路啊 这条路给他堵上了 中国这条路还在这摆着 他能不走啊 跟中国作对 他有毛病啊 对不对 而且面对中国 俄罗斯面对中国 经济上也不行 军事上也不行 你说你俄罗斯你要干嘛 对不对 自寻死路 得罪完中国再得罪美国呗 你是把俄罗斯想多啥呀 再跟大家多讲一下 他说不 什么还得选择支持美国 凭什么选择支持美国呀 美国给中国什么了呀 对不对 那个新疆问题还在骂呀 冬奥会不是外交抵制吗 你美国是这种态度 我凭什么要支持你啊 如果说美国这么搞中国 中国还要支持美国 我就想请问一下世界上 还有哪个国家会觉得中国这个国家靠谱啊 那人家拼命都来抽鸟光 对不对 然后美国都已经抽到抽成这样了 边瞎话呀 中国什么种族灭绝了 中国怎么着新疆啊 那边那边 然后的话外交抵制冬奥会呀 中国这个时候低头了认同了你美国 我想请问一下其他的世界上 其他国家会怎么想 哦原来你美国这么搞中国 中国就低头了 那我们也得排着队来来了 那你中国新疆问题 你这问题那问题一堆问题 我都来指责你 因为知道你会低头 大家一定要知道 看待世界问题 不要太简单 你知道吗 真的是不要太简单 如果太简单 很丢脸的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不要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不要选择当配角 不要选择当大反派 你要当主角 你知道吗 当了主角 你才有主角的光环呢 什么叫主角的光环呢 主角不会死 主角就算失败了 他到最后也会翻盘的 这叫主角 知道了吧 要当主角 不要当别人的配角 选择支持谁 支持谁 凭什么支持他呀 对不对 我选择我自己的一条路啊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和谈这个事情 你就明摆着看出来 现在世界上只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美国选择的制裁俄罗斯 另外一条路就是中国提出来的和谈呢 对不对呀 世界上只有这两条路 看世界怎么选吧 德国都已经开始跟中国 还是僧赞僧了 跟王毅来通话了呀 然后的话 咱们解决一下这个乌克兰的问题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有很特殊的责任呢 你不管他特不特殊 中国有责任解决乌克兰问题 德国人已经提出来了 好吗 中国提出来的是怎么样解决 乌克兰的问题呢 是要和谈呢 促进两边的谈判呢 这就是中国的方法 解决这条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呀 在中国提出的方法里面 中国就是这个问题里面的主角 人家要来选择支不支持中国 别人就是配角了 那个反派是谁呢 你想让谁当反派 你想让中国当反派吗 对不对 大家真的是要好好想想 不要 不要老是想着当配角当反派 好吗 然后的话你配合别人干嘛 对不对 要走出自己的路 你如果走不出自己的路 你就想想配角跟反派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 对不对 然后当主角了才是康庄大道 那一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 中国要建立自己的规则 在解决乌克兰这个问题上面 中国已经在建立自己的规则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不要再像有些那些网友一样啊 在那儿 哎呀乌克兰的姑娘来吧 来吧 然后的话提供免费的吃住啊 来吧来吧 然后被别人揪住了 虽然说就算你不说这种话 然后的话那个什么别人也会骂你中国也会在乌克兰国内搞仇恨中国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的话你说这个话就向别人展示我瞅我瞅我瞅干嘛呢 对不对 中国已经提出这条这条出路了 你还得非得向别人展示 我要当配角 我要配合你配合你配合什么呀 走自己的路 找自己的规则 中国是一个大国 14亿人口的大国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路 你就是死路一条 明白吗 好好想想这个事情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啊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打个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再见 再见